总统蔡英文出席大陆台商春节活动 面临中共动作频频 甚至元旦开始实施台湾定居正心制 积极拉拢台湾人 总统蔡英文也喊话 面对地缘政治的起伏 以及相关的经济变数 我们始终秉持着不挑衅 不冒进的立场 向国际社会证明 台湾是可靠的合作伙伴 中国是否可信从过往案例有机可循 去年三月弃台宝中的宏都拉斯 与中国建交之后 不仅白虾养殖业倒一片 造成万人失业 金钱台湾的138亿元台币至今未还 还没有得到当初中国承诺的甜头 宏都拉斯倒是吃足了苦头 用金钱来买外交 这当然都屡见不鲜 中国进出各种手段挖墙角 也没就此停歇 帛琉总统会出人表示 中国扬言要把帛琉的饭店房间 定好定满 每年还要砸2000万美元 营运当地占地两公母的客服中心 企图买下帛琉邦交 以邦交国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会继续的采取 这个挖墙角的一个动作 这样子才能够对我方的 我方政府 特别是520要接 520要上升的赖政府 产生一种持续性的一个压力 在某些中共比较关切的议题上 也许他希望能够迫使赖政府 做出一定的让步 学者分析小英交棒赖清德 新政府520上任前后 中共更不可能罢休 威逼利诱 就是要利用挖墙角 让台湾低头 先继续前进